6月26号中午12点 大家好 我是飞猫 昨天到这个南通我们通州区啊 在这边卸完货就停在这个楼边休息 刚才搞了个大活 到福建的泉州 但是装货离我这里比较近 只有11公里 不说了先去装货 准备出发 请行驶到温省 进二二三省道 十几大道 三四五国道 全程十三点一公里 大约需要21分钟 开始到好 我们南通的通州区啊 海门这个川江地区 这个家房工业比较发达 应该讲是我们国家 乃至于世界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家房生产基地 前面就是家房城了 现在停在这里等客户过来接 风采亭 我们来试试 我没事 你着急 你给大家拿走 你和我ом相对 你不想要那些小孩 或是可以 是呀 有你不想要那些小孩 那么多的小孩 我没想要那些小孩 我吃的茶 我这边是山里对方 是不是有点小孩 要开心 我看你那么多 然後又可以腳步 檢查一下輪胎 停用駛 瘤尼 是這個鮮的 好了 下午3点20了 去福建泉州的货装好了 这个华东六省一市 我也就福建没有去过 这一次去一下就填补了这个空白了 这个月休息了那么多天 月底了我这也冲一冲业绩吧 先来规划一下路线 它这个货不急啊 我刚才讲后天早晨谢吧 然后走苏州大桥过家 走苏州嘉兴 然后走嘉绍大桥 到上语 台州 温州 福顶 再到宁德 那福顶到宁德这一段是走海边呢还是走福安呢 走福安好像有104 走海边的话就是G15了 然后宁德往南到福州 福州再往南到莆田 莆田到全州 这样一圈走下来可能要一千一两百公里了 好了出发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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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